我们在《人生大事》里我们看 朱一龙的表演 我觉得他是非常好的 通过外到内 完成了一个人物的塑造 朱一龙第一次一出场 整个人是歪着的 就像你说你看那个 奇迹问小孩那几个人 我们说外部的形象 听其言观其行 就我看他怎么动 这是他的塑造 在这里边他用眼神铺陈出了 一个是他这个人物的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 他和不同人的人物关系 所谓看世界 其实就是看身边以外的这些人 他都是斜着眼睛 他没有正眼看过世界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不满 每一次他和小文的发展变化 都是通过眼神 小文的外婆在死的时候 也蛮早已 要谋告小文留下几多钱 这是第一次他和小文完成真正的面对面的交流 之前是没有直视过的 那么随之之后他开始父爱爆棚 就脸上的笑也开始增加 尤其是在亲子课的时候 就是小文告诉他 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外婆了 但是我不害怕 因为我有了爸爸 就他的那个眼睛 胀得全是血丝 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眼神变得非常坚定 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在一个电影里边 一定塑造的这个角色是发展的 就像刚才谈到朱一龙 这个角色从对于这个世界的不满 和敌对对抗 到和这个世界的一个融合接受 就是真正的好演员 真正创造的 不是一个角色的外在 创造的是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特别是这样的吗? 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好 字幕提供